Lio聊四季 天天中个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来看 不列颠人对上朝鲜人 这一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夫地图 好 先来介绍一下 蓝方选择的文明是不列颠人 不列颠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弓兵射程非常远 而且前期吃养的速度特别快速 那不列颠人呢 他打战毛兵的方法 通常都是用投石车跟肉嘛 所以中后期会比较看到 不列颠会转三级马凯 三级马凯跟投石车中头的升级 不列颠人的打法基本上是全能型的 打步兵也可以全满 打这个骑兵三级马凯也有 但是没有品种 整体不列颠人玩起来的节奏 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他3TC开下去的成本 也是稍微偏低的 木台消耗减半 可以快速3TC开农 而且不断春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朝鲜人 朝鲜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箭塔会自动升级 而且点下引贯技术之后射程非常远 那朝鲜人投石车的射程 也是最远的投石车文明 那他的马战车呢 在阿拉伯来说 如果这个直程 然后出马战车的压制力 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非常害怕僧侣这个单位 所以朝鲜人在中后期 还是要搭配一些肉马 去做压制僧侣的动作 或是要转一些肉马去打战毛兵 都是不错的 毕竟朝鲜人他是有大肉马的文明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两边的封建时代会怎么打 那这边看到朝鲜上方的黄金 稍微有点尴尬 在正前方位置 但是果子在后方还行 而且就算前方的黄金框被控 后方还有黄金可以守 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比较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墓区 这个墓区都稍微有点远 而且不太好防守的感觉 但还行 都还有三片墓区 那右边这个石头处 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在偏后方的位置 好 那朝鲜这一次的地图感觉 应该是石头这边要全力守住 因为朝鲜这个文明没有石头 就是废了一半 尤其是被打断腿的感觉 所以应该CASA 待会要赶快努力守这个位置 好 那看一下DOT这里 DOT地图的黄金位置 是在后方 诶 那果子在前方 跟朝鲜这边是刚好对调位置 那黄在这个石头在里面 就相当舒服 待会直层也可以打这个长弓兵 也没问题 当然长弓兵打马战车 这个单位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不利的人 可能不会转出太多的长弓 而是会选择了战毛兵策略 也说不定 好 不管怎么说 空间时代阿拉伯 两边都一定会先来打架的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呢 谁先直层 谁就越容易 黑跳螺 而不是黑跳城 OK 朝鲜这边没有要打棒棒 这里是决定 要来转射箭场 或者是转肉马 二选一 朝鲜不管是打哪个方向 诶 这个是什么 虎式杀羊 可以吃野外的羊 OK 好 决定是补射箭场 朝鲜射箭场在 封建时代初始 优势非常巨大 因为它有免费的工兵铠甲 所以这边直接出毛病的话 压制力非常强大 道特如果直接出工兵的话 会直接被压制住 而且就算 道特这边出毛病的话 朝鲜还有异防的优势 所以打下来整体来说 道特这边是会偏劣势的 好 那道特这边是正常的开局 一农一木 哇 这边农田很早有点下了 好 这边稍微防守一下 那在毛病对打的情况下来说 谁先点一级射的话 谁的优势就更大 而不是一级防御力 现在这个射程 就用了主动权的效果 所以道特这边农田可能不能撒得太开心 待会可能还是要先补一个 冰场 好 两边用拳套帅户打下 毛病出来先收掉一只 第二只毛病有机会吗 先点掉枪兵 枪兵血量残掉了 OK 先往前贴近 哇 这个直接集火 道特这边利用自己的毛病数量的优势 直接屌打 朝鲜这边很尴尬 毛病全部送光 点下一级射之后 开始防守 那道特这里开始补马住 反而没有点一级射 看来他没有想要专注在工兵路线上 虽然我的毛病很多 但是一级射并不是那种迫切的 先点个马就再说 好 那道特还是补下了这个一级射 哇 这个围是围得有点远的嘛 好 虽然是围这个石头 还以为他会围到底 好 那这边毛病继续高地压制 有高地的地方毛病通常不太会打输 好 那朝鲜这边也可以考虑转下肉马 所以农田数量来到这么多 整个肉马压力也会稍微小一点点 好 道特这边是看到对方的毛病这么多 好 怎么会按一些肉马 先存个三只 三只肉马出来就可以反制 OK 反制出来 这里没有枪兵 按一下枪兵吧 好 枪兵马上出来了 但是要小心毛病 差点被点死 剩3滴血 OK 道特这边的细节操作还是不错的 肉马有做到很多事情 好 朝鲜这边也是毛病继续打 好 现在顶尖的对局来说 谁先打垃圾兵 就更有优势一点点 反而不是打小弓 所以这个毛病大战 是很正常的状况 好 这里赶快用毛病挡一下 好 这里道特点下了城堡石袋 那这边道特要思考的事情是 要转骑士呢 因为毛病这个单位 其实蛮害怕歧视的 而且自己的毛病快要收 被收光了 朝鲜这边 直接获得一级射的效果 那这个一级防效果 还是打出了一点就是了 有异防还是蛮猛 好 肉马赶快上前 两只赶快输出 最后的毛病使用肉马 反击回去 枪兵赶快过来 好 这里看到毛病 还有这个枪兵赶快拉走 继续追 目标是你的毛病 毛病追到现在只下一只 道特这边的聪明出现 38吋 打42吋 但是因为是升级 时代的关系喔 聪明如果是正常的 好 这里道特果然鬼转骑士 骑士一波 两只双马就 慘骑士 好 缠到黄金没有 道特这边就可以考虑 要不要开TC 但是刚刚这边是 賣石头上城堡 时代的 所以暂时应该没有办法 马上开TC 待会再挖个石头 挖个这个黄金 去买石头出来 乘的东西在这个位置 再去挖石头就行了 好 不管怎么说 道特这一波打法 骑士确实做到了很多事情 好 先遇到这个状况 就只能转枪兵跟僧侶 但是他这边很大胆 直接补了3TC 这样子就意味着 他的修道院的僧侶 会更慢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大难事情 但是这是有个优势的 因为他知道道特这样打 就势必他没有办法 赶快开下3TC开拢 因为这个肉类被吃掉太多了 村民很容易断村 所以对手是已经掌握到 道特的开局方式 所以才果断开3TC开拢 那他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马上就转出了枪兵跟修道院 那这样打法就没问题了 那刚刚我们开头讲到的 朝鲜这一场问题 应该还是石头 这里石头没有办法稳定拿出来 待会会有断食 没有办法对插宝防守的问题 好 那道特是直接补了一个采矿地 在这边踩石头 好 二骑把木也点下了 现在TC相当难开 那现在知道自己有军事上的优势 赶快补了一个工程7制造所 待会可以从这边直接投石喔 那这一坨骑士还在后面 想要做个拉扯拉打 好 道特这里是选择 好 赶快鬼转左边这个位置 好 骑士过来 看这后生驴怎么撤 毛病想要打下 可以找到了一只毛病 好 3TC开农 现在朝鲜 即使开了3TC还很容易断村喔 因为农田一直被 道特的骑士给溜农田 所以一直断肋 好 骑士直接上前 截掉这一坨重装长枪兵 重装长枪兵 直接被点光 生驴再次放出来 这里有双翔可能会成功 好 果然成功了 好 道特这边现在是非常有优势 但是 KASA这里是防守 越来越稳了 生驴数量开始并多 就不好打了 而且枪兵一直在按啊 好 这里不是选择投死车 而是选择冲车 道特的打法是冲车 骑士 一波流 纯黄金跟肉的打法 不开TC喔 好 那四个人挖石头 而不是五个人 那这里待会就要来看一下 道特会怎么反打回去 好 骑士慢慢出 冲车也在按 三台冲车 顶城镇中心 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但是朝鲜的生驴越来越多了 这里要跟时间赛跑 四只生驴 这个反击效果非常强大 好 这里点下来二级的 骑兵铠甲 道特是铁人星 要打骑兵 而且连一攻都补上了 待会打村民的话 只要四刀 就可以砍死一只村民 好 朝鲜这里补了一个亮望技术 提升一下自己的视野 好 那现在3TC开农 朝鲜相当有优势 但道特并没有打算要就此罢休 好 也转了一个投石车 冲车准备出门了 骑士配冲车 然后投石车 这个工程威力非常猛喔 而且后面有大量骑士 好 点下了这个 跟踪技术 好 速变得更快了 好 这边开始推掉前方的射箭场 这里有陈阵东西 待会要修一下嘛 好 朝鲜被迫按了非常多的重装长康兵 3TC开脑没有办法稳定 继续下去 好 这一波要来看一下 生鲜招想的结果如何 这里投石车的重点 是要投后方的生鲜 好 但是冲车在前方挡着 TCE的血量也是掉很快 生鲜一直想要找机会 投石车一发砸到了 重装长康兵大量的血量 生鲜被迫跑了出来 原来城镇中心要垮了 OK 道特顺利 冲掉了第一个城镇中心 朝鲜竟然暂时没有办法 去做出对应 毕竟没有这个石头 好 现在有石头了 赶快挖一根城堡出来 是重点 投石车复杂一下 道特被换掉了一台 OK 骑士上前 收掉投石车 OK 投石车现在是 有点尴尬了 只要对方去转投石车的话 这个局面可能会被瓦解 好 投石车一直在做拉打 三驴一直往前 哇 被戳掉了两台冲车 最后冲车数量是只剩下两台 那是朝鲜的城镇中心 被换掉了一个 那道特这边进攻的时候 后面是直接鬼转开弄 制造一个假象 就代表说 诶 我这里一堆兵 我要继续进攻 它其实是有在开弄的 所以兵力来说 没有到很夸张 还是可以可防的一个状态 好 朝鲜这边城堡 要不要往前补 补在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蛮适合盖城堡的 这个防止给低调 盖这个位置 手下黄金跟石头 好 投石车要特别注意 往后砸一下 哇 这个投石车来不及往后吗 好 先砸后方的 生驴 但是没有砸到 再往后砸 砸掉了一只 哇 这边枪兵顺利敲掉了 好 骑士不想往前 枪兵还在去追逐 投石车 投石车还可以再零食一发 可以 最后砸掉了一只 好 最后把神堡盖在了正前方的位置 好 朝鲜使用枪兵 直接戳了出来 好 回头顺便捡个生物 但是大量骑士在这边叙事待发 枪兵赶快过来解一下 投石车再砸个一发 这往前 哎呀 砸过头 这里投石车很危险 因为这里的枪兵根本不怕 这个 投石车啊 好 骑士中不上前 瘦掉 因为这里的重度场上 變血量实在太少 两只骑士 从后面想要偷袭 但是没有成功 反而被招降掉了 两只骑士 变成对手的 现在盗者有点尴尬 但是支援上来说呢 盗者这边是有支援上的优势的 经济来说 朝鲜是偏非常非常劣势的状态 好 朝鲜这里 赶快点下轮走技术 五下经济 农艇要赶快撒咯 一千多木头 支援五点失调了 好 盗者也决定在前线补一根城堡 目前是3TC 开龙二级伐木 二级龙没有补 朝鲜这里要赶快找个机会 补一下这个二级伐木了 目前村民书来说 还是朝鲜这边 列为优势的状况 好 补下了护卫技术 好 左边这里围死 哦 这里有非常多的房子 这里围得很快啊 好 那这里开始转一些马战车 出来防守 如果城堡的话 打这个骑士 用马战车打也不是问题 只要搭配长枪兵的话就OK 好 盗者这边准备升到帝王师代 准备要来用巨型投尸机 攻城了 这里也慢慢开始转出了长弓兵 帝王师代转成长弓 好 这里要被戳掉一只马了 好 这里要回头打吗 不要吧 这里回头打会死光 不行不行不行 骑士赶快 找个机会溜一下 好 这里冲进来 抓到一些村民 好 后面赶快直接拉走 好 这里再抓掉 三只村民左右 现在朝鲜村民宿 海市里仙道特 现在村民宿开始稳定起来了 92村 对上105村 好 道特帝王师代 还有两分钟 现在的情况是朝鲜 要转冲车了吗 开始在按冲车了 这个冲车是要来攻城城堡吗 那这边应该直接点帝王师代就好了 而且朝鲜到底上帝王师代点化学 还有火炮可以用 要反制不列颠的巨型投尸机也不是问题 除非道特有点战狼 但战狼的话也不一定能打得到就是了 好 那现在看起来局势 对道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状况 好 这边两边都剩帝王师代 来看一下两边上帝之后会怎么打 好 这里大辆长兵 直接不管冲到农田 骚扰一波 马战车用僧侣招侠应该可以成功 好 这里马战车招侠到了 下方有要继续出马战车吗 结果朝鲜冲车出了几台之后 没有打算继续出了 那这边的冲车应该是要来针对 不列颠的巨型投尸机 而不是为了攻城 所以待会不列颠正前方 还是需要一点骑士 或投尸车挡住比较好 待会冲车开始往前顶 可能三台巨头都会直接被点掉 毕竟现在骑士数量少 好 朝鲜这边是点下的手推车 装甲冲车也升级上去 好 这边可以看一下冲车上面有载人 都各载一个毛病 这样子可以体森一下冲车移动速度 这样巨型投尸机就会有点危险了 快点跑 OK 道特这边反应非常快速 道特看到这个状况 直接轨转装甲步兵 OK 全人型的文明 打骑士 装甲 攻兵都OK 虽然骑士稍微弱了一点 但至少现在这个情况 还是有东西能打 好 这个冲车有点突如其来 道特有点挡不太住 因为这也是纯攻兵的状态 冲车是无解的状态 后方的巨头也慢慢出来了 第二台也是 哇 那道特前方的城堡 有可能会一次就被拿下喔 好 没有办法打赢正面的状况 自己的城堡全部掉光 就没有长攻兵的优势 好 这里道特这边 赶快转出了大量的巨鱼 反应速度非常快 剑兵勇士 要还有一段时间 先按几只剑兵出来挡了吧 这里可能要赶快按剑兵了 好 先拉了几只村民过来 好 这里攻兵 去吸引对手战毛兵过来 这里拉几只村民 直接开始拆 好 两台冲车 拆掉 没有问题 长剑兵出来了 好 剑兵是打冲车 也蛮快的喔 看这个城堡 应该是守不住了 因为后面还有两台巨型投射机 正前方的冲车 还顶掉了一台巨型投射机 后方的几只村民没有再修理 直接被拆掉 OK 那一次不列颠 已经点下了双手剑兵升级 但是巨型也补了一个大型剑塔 那就说大型剑塔的伤害是8加4了 待会再补个剑草侠 就可以增加一下伤害 变成8加7的点数 8加7 不能再多 好 巨型的塔弓开始发威了 石头已经慢慢稳住 现在空地图来说巨型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好 三级的步兵开甲赶快点下 剑兵有势才有比较好的输出 现在剑兵有点难点喔 现在金矿一直被控住 道德有点尴尬 城堡也一直被拆除 好 朝鲜这边开始控除 控得很凶啊 用大量的剑塔 配上这个战毛兵 不可以这样反推啊 是蛮不可思议的 好 三级的步兵开甲 现在战毛兵 怎么打都是1滴 步兵的话现在是6滴远防 所以战毛兵不太好解 这边双手剑兵 好 正面的巨型头11 开始攻城后方的城堡 正面的双手剑兵开始输出 战毛兵开始挡不住 剑兵有吃的防御力 好 左边开始直接手撕 但是巨型头10金应该没问题 战毛兵想要吸引火力 但是双手剑兵一看都不看 直接掠过了战毛 战毛在后面努力的表示说 快砍我啊 不要砍我的巨头 但是战毛无人问津 没有人想丢他 好 三台巨头 600金直接消失 OK 左边的大型箭塔 继续声插进去 道德这边要赶快死守城堡 展出巨型头10金 赶快拆除周围的围剑 好 现在 矿区一直被控住 只剩下最后一个矿区 在左侧的位置 这个位置好像也没在挖 应该是在挖里面的吧 里面这一坨 好 这里的箭塔 要不要继续搜寸挡下 道德这边是直接转出的剑兵勇士 好 剑兵勇士 还有巨型头10金 赶快拆除住业 正面开始有挡住的迹象 好 剑勇一升上去 血量就可以高达75滴血 攻击力13加1 好 待会还可以再补个3攻 好 现在有火炮 有这个射程优势 好 朝鲜看到 你转这个剑兵勇士 那我就转个强奴 好 这里用村民手撕箭塔 但是好像被修了回来 赵毛兵要直接走到农天里面了吗 这么凶了吗 好像哪里怪怪的喔 剑兵勇士赶快追一下 好 但是火炮已经开始架了起来 追寻头10金敢架起来反击吗 好 右方的位置已经使用剑兵勇士 顺利铲除这些战毛兵 火炮还在拆 道特这里很危险 巨头架了起来 左边的双手剑兵 剑兵勇士 回来防守 火炮在预判 打掉了很多剑兵勇士 卡莎这里的火炮还失控得非常不错 这里剑勇继续往下突进 好 后方只剩下一只战毛了 像大量战毛死在了农田里 超前终于点下的淫关技术 增加一下剑塔的射程 OK 那其实剑塔里面有驻军 在里面打这个剑兵勇士就很痛了 这个伤害不差的 自己解光 但是还是顺利拿掉了一台火炮 火炮最后只剩下两台 在场上后面补了一台 那卡莎代理的黄金数越来越少 而且不列颠这边的剑兵勇士 黄金消耗非常的慢 卡莎有可能会因为 怕的态度黄金 在这个火炮 还有军警投射一个强弩上 造成自己没有办法 很好守住对手 这个剑兵勇士的消耗 但是现在不列颠要防守对方的强弩的话 直接转战毛也可以 或是要转这个长弓 可能长弓承袭太慢 可能直接转战毛兵会更快一点 而且不太伤黄金 那这边就要看一下 道德这边选择会是怎么打的 不然其实也有这个战狼号 这个选项就是了 这里剑兵又抓掉一台火炮 这一台剑兵刀司机应该能活得下来 就这里有个小打洞 道德也拉了一些剑兵 开始托砍 这里补了一个新的城堡 道德很想要把这块木屎 矿区给拿下来 好 这里强弓数量一直有点溃不成型 至少20只之后 打这个剑勇 才会比较有伤害一点 好 虽然终于来到了20只 开始能够反击剑兵勇士了 好那这边剑勇有点下水角 但是直接上去万岁重锋 砍到了一只强奴 但是选择撤退 右侧的位置 赶快要到剑兵投尸机 拆除右边的围剑吧 好左边补了一个新的伐木场 这里矿区挖完了 往左侧移动 下方这里有新的剑塔 其实朝鲜这里剑塔非常多 好就够往前 直接被拆掉 巨型投尸机只砸了几发 好道德这里没有想要打算转战毛病 只见到剑勇一条线 要用巨型投尸机反制强母吗 道德的想法 还是有的 好这里想要直接往前 但是还是看到了 非常多的剑兵勇士 村民赶快就撤退 强母往前 7只继续解 道德再被这边打下去 可能消耗会打输哦 这边高打低打剑勇 基本上可以到秒杀的程度了 好一发就是一个剑勇 非常痛啊 好道德这边 损失了非常多的剑兵勇士 但是也砍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最后朝鲜 还是把大型剑塔给盖好了 好右侧的位置 现在有大量村民收村 有非常多的剑塔 想要死守这个矿区 那道德这边终于受不了 转出了战毛兵 转战毛时间有点偏慢啊 都已经压到黄金上的时候 再转有点为死一晚 好按键没有事 还是要继续争取时间 继续往前 不然的话这个矿区 可能会被偷挖走 好宁愿出兵防守 也不要让对手挖 道德的想法非常OK 好这里继续往前 道德补了非常多的试炼场 在后方 三级的弓兵铠甲也补下了 好但最后黄金还是被挖掉了 强弩的输出还是太高 好这里城堡 偷抓几支强弩 这个射得不错 好劍兵勇士刚往后啦 看会不会用劍兵勇士 争取一些时间 好后方村民来盖哨战 这里可以用 战毛兵解光 应该是问题不大 好剑兵勇士往前 阻挡强弩进来 战毛兵可能要赶快拉一坨过来 这些村民还要理吗 再理一下 好先把这个村民解掉 再过去解正面的强弩 好朝鲜这边转出了肉满的升级 道德这一波好像快量掉了吗 黄金已经快归零了 只是下八个人在挖金矿 那个金矿没有办法拿回来 有点小伤 但其实也是 也所剩不多了 好最后道德的黄金销量 看起来是比对手还要更多一些 好开始有战毛兵可以反击强弩了 好可以大量的剑勇直接吃掉战毛 道德好像又醒了 朝鲜这里的打法 开始慢慢转出火枪 火枪成型的话才有机会 好但这些战毛兵怎么办 朝鲜要不要转头指车还是火炮呢 好直接转肉嘛 朝鲜有大洛马 这个这一点还是可以多多利用的 但是战毛兵打这个大洛马 伤害很痛啊 毕竟没有品种也没有三级马凯 穿甲能力极强啊 OK后方的强弩被战毛兵点到数量所剩不多 只剩下少量的十字左右 在正面的位置 先秒释帮忙砍住前线 洛马直接全部倒地 不连接再次反击回去 长弓抛弃 直转战毛剑勇 这个打法相当厉害 现在朝鲜开始有点承受不住这个打法了 黄金被消耗得有点多 但是还是应转出了大洛马 升级也升级好了 但是朝鲜的大洛马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没有三共的关系 所以他的大洛马打村民要打很多下 但要打五刀 打死一只村民 那打这边来说的话伤害力也不高 所以这个洛马有点尴尬 但是以打工程器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朝鲜这边置滴军营 把这个剑勇 把这个巨型投尸机已经拿下 拿下之后就没问题 那现在卡莎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洛马 去插一下道特的巨头 想让道特的工程进度变慢 自己就有机会使用大洛马去反击回去 但是其实朝鲜的资源量已经不太够了 道特这边反而还有更多的资源 而且有三弓的青旗兵 死一点的伤害 而且三级马凯 对方战毛兵怎么打都是一滴血 所以相较的起来 不列电的洛马 就比朝鲜来说还更有用 所以朝鲜本质上来说 并不算是一个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不列电是 这就是 有跟其他文明比较的话 就会发现不列电的洛马 算是非常好用的 其次的话也是稍微能用 好 朝鲜这边的洛马是处于劣势的状态 血量75滴血 那青旗兵只有60滴 但是有三级马凯 攻击力多了2点 而且大洛马升级还要花600斤 相当不值得 跟不列电青旗兵比起来的话 好 这里后方 村民 被抓的速度有点快 但还是要砍五刀 这五刀确实砍得蛮久了 但是正面道特 好像还是攻不进去 后面的巨型投尸机 没有过来 而且有点被劫虎的感觉 后方的洛马 这里劫了非常多的毛兵跟村民 好 最终还是选择翠 这根城堡里面有非常多的强弩伤害 好 游戏时间来到了1小时05分 造特这个进攻并没有减缓 右边还在继续进攻当中 但是黄金快要归零了 最后五个人挖金矿 把这200块的黄金挖完 待会就要进入垃圾大战的环节了 好 这里落马 再往前抓 抓掉这两台火炮 朝鲜好像就没有机会了 没有反击的能力了 完蛋了 强火炮全部被抓光 强弩剩18只 剩18只强弩是朝鲜最后希望 奥特这边也是黄金归零 但是有清起兵 好 决定不攻正面 往右侧进攻 这里有非常多的巨型头C 开始架起来了 进攻右侧这片农田 朝鲜这边要请全村之力 奥特这边爆了非常多的弱马 三十七只 正面准备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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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这一波能不能突破 刀特的防线 正面准备往前 就是对着强弩一阵输出 但是自己的正面准备也是被弱马打光了 但是后方也出现防守漏洞 好险有机会摸到这个巨型头C 有摸到了 但是没有全村之力去摸 这时候应该要赶快 集火这个巨型头C才对 哇 这个巨型头C最后没有拿下吧 两台巨头继续输出 哇 这台打完 好 最后 道特的弱马 以速量碾压对手 打赢了 朝鲜这边打出了GG 恭喜道特 道特后方的经济也被烧到 但是还好后方没有木头 其实影响不大 但是正面这个位置 最后没有把巨型头C 优先拿下 稍微可惜 如果有把巨型头C拿下来的话 还可以稍微再继续打一下 那可能结果还是一样 我觉得应该还是道特的最后还是会 毕竟这个道特的轻奇病 我个人认为是比朝鲜大洛马 还要再更强一点点 毕竟四刀跟五刀的差距 这个极杀效率就差很多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道特 拿下资源商的胜利 资源商赢了快要一万五的资源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助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